各位好我是文胜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Squatch校园PK赛 如果改用云端的部分 我们的建议案 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的流程 基本上使用云端的话 学生要做自己的作品 那所以会建议 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 学生可能要自己先有 自己在Squatch官方网站的账号 或者是由老师统一建 建一个 然后大家一起用 老师事先要开好他的创作室 然后在竞赛开始的时候 使用meet或其他的 线上会议的工具 老师会把那个工作室的网址 还有小朋友缴交档案的 规定的格式的名称做一个公告 然后宣布开始的时候 学生就开始做作品 那做完作品之后 就依照老师刚刚传在 meet的讯息里面 指定的工作室的网址 作品给传上去 当然是要用我们大会指定的档案格式 然后在老师端 他要确认一下 工作室也没有收到 就是各线市角胶的这个 Squatch的作品 那角胶完毕之后 最好能够下载一份所有的档案 那同时在竞赛完毕之后 还在meet的现场 我们就可以直接让各线市的学生直接使用meet开始做发表 那在学生做作品跟发表的部分都其实同步可以做OBS的录影或直播 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有三种方法 都是使用官方网站的方法 那其中我会建议 比较建议使用第一种方法 我先大概讲一下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 老师会给工作室的网址 然后学生呢 他只要 他的作品做好之后 不管他是本机桌面板做的还是在云端自己的账号里面做的都可以 然后呢 他根据老师给的创作方的网址 东西做好之后要缴交作业的时候 先登录自己的云端或者登录老师 给他的那个大家一起共做的那个账号的云端 另外开一个网页面 进到老师的工作方 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作业的网址给贴进去 加进去这个 这个创作方里面 这样就完成缴交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的好处是 老师这边只要确认他东西有进来就好 工作是分散在 分散在学生身上 所以学生自己要能够 第一个 知道怎么进 老师的工作方 第二个 怎么把自己的网址 作品的网址贴进那个工作方里面 这两点就可以解决 缴交作品的问题 那第二种方式呢 第二种方式跟第一个方式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缴交的方式不一样 是学生把他做好的作品的网址 把他做好的作品的网址 在meet里面 用讯息的方式传给老师 因为老师就会在meet里面收到学生给的作品的网址 然后由老师去添加专案在你的创作方里面 那这种方式是比较保守 比较稳定的做法 但是缺点是 老师一个人要负责所有的作品的添加 这个老师的loading会稍微比较重一点 但是会比较保证作品的万无一失 那刚刚那个方式虽然比较 对老师来讲比较减轻负荷 但是呢会有一个小问题不太确定 就是说因为学生都进到工作室里面了 所以他丢上去的档案 他也看得到别人的档案 那会不会在里面有一些修改别人的作品 或者是说删掉别人的作品 或者自己再做第二次的修改 这个我们就比较不晓得 所以就变成说老师在 第一种方式老师在收完作业之后 要直接去下载所有的程式的备份 然后这样子就不会再被做更动 那第三种方法 更简单 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多了 就是老师直接给一个账号密码 那这个账号密码 就所有的小朋友都进这个账号密码去做作业 然后用这个账号密码去直接传到自己 这个账号里面的工作室里面 那这样的方式也是跟刚刚一样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在同一个工作室里面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作品 然后也可以修改别人的作品 可以动到别人的作品 或者是复制或者删除人家的作品 那这样会是比较不推荐的部分 但是这个是就简单 就是很简单 学生也不用申请自己的云端 大概就这三种方式 那我们会建议比较建议 第一个或第二个 好那我们先来讲第一种方式 那这第一种方式是老师给工作室的网址 那学生自己传档案 好那首先我们把它分成两个视窗 假设左边是老师右边是学生 那我们在竞赛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一样登录到meet里面 然后也同时就是上了自己的云端 那这个我们把它当作是老师的账号 那这个home这个把它当作是学生的账号 好那么所以我们在会议室里面 老师首先要给学生工作室的位置 那所以学生在这边 在老师在这边 他就在我的东西里面 这边就会有一个创作方 好那他事先的老师事先就要去新增一个 老师事先就要去新增一个创作方 好那我们就把它叫做 这个名称工作方的名称在这里做修改 好那我们就新增一个工作方的名称 然后呢因为我们待会要让学生去新增档案 所以你要在这里要能够允许所有的人在这里面增加档案 所以这样子就是你的工作室 这是你的工作室 那你的工作室的位置在这边 所以你就把这个网址贴在google meet 贴在这边告诉所有的学生 待会呢我们就是要传这一个 传你的作品传到这一个工作室 然后同时你还要告诉大家 那个命名档案命名的原则 用地区然后学校 然后他是哪一个领域的 然后自己的名字 命名的规则 所以老师要给他这两件事 那学生就知道说等一下我做好作品之后 我就要传到这一个工作室 那所以学生 然后学生开始做作品的时候 他不管是在自己的电脑板做或者是在浏览器上面做 假设他是在电脑板做的话 他就要在创造这边点进来 那这边可以直接线上做了 他如果是从电脑做的话 那他就要从他的电脑选 把做好的那个作品选进来 上传到云端 那他如果直接在这边做的话 就在这里直接拉积木 那拉积木做好之后 请你请他注意一下 他的名称 档案名称 就是要在这里做修改 那于是呢 他就把它新增进去 好修改好名字之后 他的档案就在云端就自动就已经 存档在他的账号里面 或者是老师如果是统一的 给一个账号 大家都在这个账号里面 那做好之后 他的档案也命名好之后 他就要按一下分享 按一下分享之后下面 我把画面放大一点 那他现在是在自己的 自己的账号里面 那刚刚也做好了 这一个档案 那么这时候呢 根据刚刚的老师给他的这个网址 他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他就进工作室 进老师的工作室 把他进来老师的 这是老师的工作室 但是呢 是自己他自己的账号 那所以因为老师刚刚有允许添加 别人可以添加专案 所以他就直接在自己的 这个是自己的作品的 的位置 他就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到老师的工作室里面 直接按添加专案 把他的网址贴进去 那按了新生之后呢 你可以按F5再重整一下 就会看到他的作品就跑进来 这个是学生自己知道老师 创作方的位置 然后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放进来的方法 所以他要在自己的网站登录的状况下 然后登录老师的工作方 然后去添加 添加他作品的网址 这样就可以放进来 这是第一种方法 开会的地方你可以举手 举手 老师就看到你已经交作业了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呢是老师 由老师来新增学生的作品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在会议开始的时候 这个就 就不用给 学生你的工作室的名称 这个不要 老师只要给学生档案命名的规则 那所以学生呢 他在做好他的网 做好他的作品之后 好 所以不管他是 一样他如果是自己用电脑板做的 他要在 他的浏览器里面登录自己的账号之后 从电脑里面挑选 让他把他的作品传到云端 那如果他是 直接在 云端板做的 那一样 就是档案会直接在 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一样你要给他一个 给他正式的规定的名称 比如说 那 那并明完档案之后云端已经自动储存了 所以这时候呢 他就直接 按分享 按分享之后 这个是他的 他的作品的网站 作品的网址 所以他直接把他的作品网址 在 在 demit的地方直接传给老师 传给老师 传给大家 那 老师这边呢 收到他的网址之后 一样把他复制起来 那老师就到自己的 账号里面的 自己账号里面的 创作方 我的东西里面 到我的创作方 一样在 这一个创作方里面 直接去添加 专案 把他的网址贴进去 贴进去之后 一样按一下 F5 重整一下 就会看到他的档案进来了 那这个 因为工作室的位置没有公布 只有老师自己知道 所以只有老师可以加档案进来 所以学生必须透过 Google Meet 线上做好之后 直接把他的作品直接丢进来 这是第二种方式 那两种方式都 收档案都还算是蛮便利的 第一种 学生要自己进 工作室去传档案 第二种是老师 收学生的作品的网址 自己在 工作室里面去加 那建议是第一种跟第二种